挑战足备足备安徽人的亚乡 今天来到了我第53站 影上 我现在在巴里河的 七棚塔这里 看到了吧 很高的塔 很漂亮的塔 哦 终于到影上了 终于到晚北了 走过了晚南 走过了晚中 终于回到了晚北了 为什么讲回到呢 因为我就晚北人 听这边人讲话 就是很亲切呀 就是感觉像回家一样 以前我们 也是属于 復阳地区嘛 都是復阳地区的 吃点东西呀 讲的话呀 都很相近 好吧 不说了 我们出发了 马上我要去影上了县城里面了 巴里河这边风景还挺漂亮的 玩 我还没有到巴里河这边玩过 我骑着我的电瓶车 已经走过53个城市了 刚刚我在巴里河的营业厅 打卡了我的邮票 戴上我的安全头盔 向着影上 向着影上县城冲冲冲 坐稳了 我们出发了 冲冲冲 巴里河第一个是我们 晚北的研制担当啊 我们晚北的唯一一个歪迹景区 今天天气也挺好的 冲冲冲 这样的影上 你冲冲冲 影上你冲不冲 冲冲冲冲冲 影上你站不站 站站站站站站 虽然我今天还有点感冒呀 但是 我拿入最好的状态 最有精神的状态 回家了 这是到完美的第一天 好 我们市区见吧 伙计们 我到了市区了 这边不一定是老城区了 冲冲冲 我现在要去到县城府 然后去县城府冲的店 领上有没有好吃 这样 能推荐给我吗 粉鸡 广众的老家 楼门新天地 劳动局 登上教育大厦 三八购物广场 还有这样的吗 你能取名字取得那么直接的吗 三八购物广场 要不然先吃个饭吧 早上就吃了几个面包 就像小面包 看着附近有卖吃的 咱吃点东西吧 现在10点多了 我现在吃 估计中午就不吃了 这边是一个什么地方 龙门商城 它可以骑进去的是吧 咱进去看看吧 看有什么卖吃的 咱们吃这些东西 这个是什么样的建筑啊 有些像民国 有点像欧式的 就是有点看不太懂这种建筑 今天我一直在感冒 估计是痒了 但是现在好得差不多了 你要讲的话的感觉 已经恢复到七八成了吧 但是嗓子的确是有一些不舒服 是真的 但是还有点疼 一般来说煮到了 卖小吃的都比较少一点 这边有个中国邮政 应该是老子邮政局吧 好吃的都在巷弄里 这边估计就比较热闹的地方了 因为这边有亚肯德基 我今天这里路五多公里 五多 骑得很慢 观众商贸城 走看一看 他这是可以骑电名车进来的 乘乘乘 这边有卖吃的 四种卷膜 买个卷膜吃吧 您好卷膜怎么卖的 卷膜有五块的 要四块的 哪个五块的 哪里五块的 今天刚刚好烧烤饭 好 鸡蛋 鸡蛋 好的 不要太辣 不要太辣 那就不给你搞懒子了 好 要点蒜泥 要 到了这边 讲话我就能听得懂了 哎呀 太棒了 去卖这吃个饭 哎呀 吸在电线干杯上 感冒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每当天下午饿不好吃 就肚子饿嘛 吃东西嘛 快点吃完 吃完咱也出面 煮午饭解决了 这个东西在合肥的六七块 带鸡蛋的六七块 我记得我去明南的时候 食物这个卷底 卖十块钱 带鸡蛋 立家 像我们博文湾的 无价东西不是很贵 你到外里看看 把垃圾 直到那里去 我本来想说放点蒜 蒜蓉败毒的 没想到 吃点蒜 然后嗓子还是不行的 沉沉沉 打起精神 成满活力 这边有个山城 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看那个扑法宣传 挺形象的 挺扑法的 没有完美的 扑法宣传 乌藤树 沉沉沉 其实影上绿化是可以 毕竟影上也是旅游城市嘛 虽然没有碗南那么重 有山有水的绿化那么那么好 咱都有一家人嘛 咱们讲心里话 大家也理解 大家也知道 碗南那个体色的确比碗北这边好很多 但是整体影上来说绿化还是不错的 应该我们碗北人都承认 碗南绿化比碗北好 对吧 但是你看看这下面 要草地有草地 要树有树的 不挺好的吗 挺舒服的 大家好 我冲好店了 刚刚我在这边休息了一回 这家工程公司休息了一回 治愈工程公司 然后这个老板挺好的 老板刚给我倒了茶 一锅 黄山 大家都懂 出发了 逛逛县城去 这公司老板挺好的 一锅喝茶 一请我喝茶 又跟我中午吃没吃 不过来吃过了 然后那个老板估计在二楼睡觉呢 然后现在中午的一点钟左右吧 然后现在中午没什么人了 影上也是个百万大县 百万人口大县 最担心刀吗 我的天哪 这包掉了 包掉了 都刮破好几次了 越来越不防水了 这个包也陪伴了我 好几年的时光了 你看这绿化 要啥树有啥树 要竹子有竹子 看到这边有个竹子吗 我吓死了 又以为哪只宠物被撞倒了 好像他们这边也是不允许 直接左转的 我之前好像就在这附近哪个地方 住的宾馆上一次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影上的时候就在 我看看是不是前面哪个地方 哦 520 在520住 对对对 我就感觉就是我们这边人口县城比较多的地方 这种飞机弄车道就是宽一点 比如晚来那边人比较少嘛 飞机弄车道就是 但是不是那么宽 但少就少得好 少得红绿灯 他们红绿灯也少 人多就红绿灯 那就比较多一点 带大家逛一逛 观众老街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七点灯车进去 小时间可以七点灯车进去 小时间可以七点灯车进来 对吧 我看它里面可不可以七点灯车 好像也可以啊 石板路 安安静静的石板路 现在中午12点钟人不多很正常 我这边有一个小河 看一看 这是一个古桥吗 这样看比较漂亮 这有一个戏台是吗 这个是什么呀 第二小学 哇塞 影上线可以啊 用的是繁体字 圣城镇 这边有个宝塔 这有个戏台 这样拍漂亮一点 应该晚上更漂亮吧 冲冲冲 哦 这边闹头了是吧 这边就是一些客栈呀 可能影上就是我们 晚北唯一一个旅游城市了 其实也挺好看的 虽然 啊 虽然 也看多了 也看久了 刚从晚南晚中过来 然后再看一眼这样借助 也是挺不错的 哎呀我们自己人就不要太过于夸自己了 其实我们北方人就不太喜欢表达自己一些感情啊 喜欢啊 哎呀这种东西 特别是男的 啊 就是感觉就过于别扭和拧巴 这还挺不错的 是晚北第一 对不起 我最后一个字不认识 谷味嘛 谷街 关北第一谷街 这边吃的又比较多了 这边也有老表 老表 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一直往南走 撑撑撑 我流浪了五十多天 来到你们影商了 老表 往西走 这个梧桐树长来致饭夜冒的 实验小学 西边应该发展也不错吧 西边应该立府洋雨要近 应该来说 影商应该会往西发展 撑撑撑 但是上西边逆着光不太好 拍了不太好看 撑撑撑 大家好 我现在在城南这边公园里面 我现在开始找晚上睡觉的地方了 可能今天晚上会有雨 所以说今天晚上找一个 有小亭子的地方 能躲雨的一个地方 大帐篷 同样是公园 哎 这边有个小 这个挺好的 哇 这个 这个挺好的 真的 真的不错 真的很不错 来 我们带大家看看 今天雨下不大 这边 这边真的还挺不错的 有小亭子 两边都很安静 还有丢垃圾的地方 这个好 这个好 这感觉上面会漏水 不所谓了 这个还可以 我感觉这晚上会亮灯 我感觉上面有灯带 先找这一个 我感觉这边一下雨 万一满 它漫上了怎么办 应该不会漫上了吧 漫上来我就红了 我的天 找到一个 这边离马路很远 我再往前面看 其实这个位置真不错 睡六个帐篷都可以 这公园很大 而且感觉这个公园挺安静的 感觉也没什么跳广场舞的 哇塞 这个公园的确很大 我得看这位置是叫什么名字 百度地图都没显示 点个收藏 百度地图都没显示 这叫什么公园 哦 这是有公共厕所的 哦 吴里湖 湿地公园 到了我们这边平原地带嘛 都很少见到坡 突然给我来一个这样的 桥 我感觉还挺刺激的 真的真的还挺不错的 这个公园 还没有什么人 还安静 这个更大 哦 这个是威亭 请勿靠近 那个号没写 没看到吧 马上要回去看看 还没到头 来 我们再找一遍 找这边有没有小亭子 应该 应该注意都都注意了 应该是没有了吧 一个人在这个 骑着车 还是挺爽的 它这个有小亭子 但威亭 近期是没有 它这个也是威亭 难道说我看的那个也是威亭 为什么会变成威亭呢 我要去瞅一瞅一瞅一了 它这个不是威亭 嗯 我要看看 我要重新看看我那个找的地方了 有点不放心 冲冲冲 今晚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小亭子 这个真的没写 大家看好了 这个真的没写 这个柱子比较多 不会塌 而且这个场地很大 只有一个提示 水深危险 大家好 我现在在城西的一个小区这里 冲的电 因为下午也挺热的 也不想乱跑 然后现在天凉快了 所以说 天凉快的时候 咱们再逛一逛 然后把今天上午的视频稍微讲一下 晚上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现在天灰的有点可怕 感觉暴风雨要来的节奏 这个小区挺好的 支持大功率 充电就非常快 这边好像有个小学是吧 中学 盛城镇中心学校 现在天都灰灰的 马上买点水 我的相机是扣在我的胸前的 我没有一个手拿的牌 突然有点冷了 然后估计要降温 感觉这边是新开发的地方是吧 我们去冰河公园好了 估计要到下个月16号才能把所有的城市走完 冲冲冲 其实学生的人很多啊 哦这是管仲小学 现在是下午的5点半 因为现在7点中天在黑 7点以后搭帐篷都可以 而且我选的那位置也没什么人 今天也比较安静 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激情出来 其实完美的城市都大差不差的 真的是大差不差的 讲话的口音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我还是拿出那个新鲜点出来 还是要告诉自己每个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魅力 哎 这还竟然还有棋楼了 挺神奇的 我竟然在我们完美见到棋楼了 以上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 竟然有棋楼 我在河北都很少见到棋楼 河北到底有没有棋楼啊 我都想不太清楚了 城城城 向着冰河公园 城城城 看隐藏房价多少钱 赶紧逛大家生活的地方吧 不得不说隐藏绿化是真的好 哎这边有一个塔 哇塞 看不到 塔在这边 可以可以 开摩托车都可以 下去我就无所谓了 冲冲冲 我是安徽公园小王子 我没到一个城市都去了好多公园 我今天就去俩还算爽的 我有的都去了五六个 感觉这边人比较多一点 讲真的 影上打造还挺好的 哇 这个草地不错 哇塞 要今天玩不下椅子 这边睡也挺不错的 哇前面又一个阁楼 哇塞 哦 哇你看这边 这边小树林 我惊讶了 真的很不错 虽然影上没什么山呀 能感觉到 政府 打造的 还真的还是挺漂亮的 这草地 绿草地 我以前对 就玩北还是挺 就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嘛 我觉得跟蒙城原来差不多太多 但是 的确比蒙城好很多 我一定要发给我蒙城的朋友看看 你看看哪里影上发展的 你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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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块绿草地吗 有那么大一块的冰河公园吗 一个冰河公园真的还挺重要的 这放风筝的呀 真 有点小羡慕啊 这个这个草地真的挺大的 也不知道我老家冰河公园该好会怎么样 我跟大家说 我这种人就是不爱做功课的那种人 当你对一个城市做功课 你就是对这个城市没有期待了 就没有什么太新鲜感的东西 影上成见是可以 是可以的 果然是我们完北第一美滅担当 就是平原地带 能 变成这样也是挺 挺厉害的 因为平原地带大家都感觉到很无聊 你知道吧 没有山呀 没有海的东西地方 一般来说都会比较无聊 但是你能把一个城市绿化 变成这样的话 人生活在这里也是挺舒服的 每天上班下班 上学下学 都是 你中华都是绿油油的东西 新鲜也会变得很好 这次来影上是清洗到了 你看这片都是株林 都是我们完北环境叉 绿化叉 其实我来影上感觉到还是挺 现在才6点钟 怎么前面那么多板摊的呀 哦前面是个学校是吧 很多卖吃的 哎我现在越来越期待 接下来的完北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你看就这 这个绿化怎么样 我都不多说什么了 这是什么学校 哦 然后影上遗憾 像在这边走 像 夏天的时候 天气正热的时候 你在下面走 在你下面骑着车 根本一点都晒不到 真好 我应该多光光的 充什么电 下午跑就充电了 这边又开始比较热闹一点了 说是今天没什么胃口吃东西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5月26号的上午5点多 我带上一个mini麦克风 跟大家聊天 因为我有点舍恐 后面有几个阿姨好像在那边 跳舞还干嘛的 我也不太清楚了 一直在这里 这是我昨天晚上打的帐篷 还是坐在我昨天选的那个位置 我伞有脸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6点多了 看到了吧 挺漂亮的 好像那边都是在新建的是吧 那边住的都是小区 这是我的椅子 这是我的帐篷 感谢引上人民 感谢引上政府 给我提供了那么好的一个住宿地方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大雨真多 我昨天晚上就是一夜被打雨 要噗噗噗噗噗噗噗的吵醒 不睡这个位置吗 睡这个位置 然后 就在这个草丛中 打雨都特别特别多 昨天反正是吵得我 没有那么安心 就睡 不过还挺好的 也是 也是 也是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夜晚吧 这边环境是挺好的 好像这边真的是有 专门有人来查 有没有捕鱼的 昨天好像有人 在我周围绕啊绕 说了两句话 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 带耳塞嘛 一般都 我晚上睡觉都会带耳塞 然后我听不清楚说什么 然后我没理他们 然后继续睡我的了 昨天晚上睡的 还好 还挺好的 马基亚来去富南了 本来准备要去利兴的 利兴富南选一个 后来我选择了富南 我第一次用这个麦克风 跟大家聊天 要不然这个麦克风收音怎么样 花了两百多块钱买的 因为以后我要拍那种美食的视频 就是看电视频嘛 因为有的饭店会比较吵一点 然后带个麦克风 它会比较安静一点 收不到别人吃饭的声音 只能听见我一个人讲话的声音 我不知道大家那么听见后面阿姨的声音 应该是听不到吧 听不到挺好的 感谢当地人民 感谢当地政府 只要我出来露营 去哪个公园都会感谢一下 野生还是发展的不错 绿化就是好 马上我可能在这边再剪一位视频 然后就出发了 马上一路可能又会下雨 今天阴天啊 我感冒几乎差不多好了九成九了 稍微有一点嗓子不舒服 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我就剪视频了 我看一看这个麦克风收音怎么样 如果声音好的话 以后就用麦克风跟大家聊天了 但这个麦克风没有我那个防风罩 谢谢大家 我们湖南见 拜拜